师父,你跟我们讲讲这个运气和气数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吗? 运气呢,有两种 运,我们说,因为我们人啊,阴阳八字啊,它都在走的 运不就是动嘛,对不对啊? 阴阳八字里面是动感 所以呢,很多人说运气运气 就是说你每天在运作的,你的自己的气场 你每天在运作的,你的自己生命的气场 是这个概念,你比方说你今天运气好 你就得到这好事情,你今天运气不好 那么你运到这个地方,这个气场不好,那你就倒霉了 所以呢,运气呢,是有两种造成的 一种呢,就是你自己造阴啊,到了这个时候是报阴 还有一种呢,是真的是自然的 如果你真的碰到了,对不对啊,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是你命中有的 如果你命中没有的话 你刚刚动个意念 或者你曾经做过点好事 或者你刚刚碰到一个事情 你意念一动,我应该这么做好吗? 好,接下来你有好事情发生了 这就叫运气,明白了吗? 所以,运气是可以动的 但是呢,命呢,是不能动的,明白吗? 那师父,运气可以理解于就是现实 就是你现实所修而产生的这种动 对 就是现实报占一定的比例 是这样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命运命运 你看人家算命都是算命 没有人说算运 因为运是你自己控制的 命是天生下来就算得出来的 你这个人一辈子能够有什么命 你宰相命啊,还是丫鬟命啊 还是比方说你是那个穷苦命啊 还是富贵命啊 他都算得出来的 你不相信你去找几个富贵的人 你算算他 小时候从小生出来 他就有这个富贵命 这是真的 但是呢,他很多人算命都算得 说他富贵啊,富贵 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又不富又不贵呢 因为他做了太多坏事了 他的运把他的命破坏掉了 把施,他造了新业 他就把他的 就是坏事太多 他的好事就不来了呀 明白了吗? 没有这个命了 为什么我 你说我宰相命 为什么我定是没做宰相 其实他精神就做了很多 对,你去看好了 算命算不好的都准的 算好的都不准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虽然命根当中有善的 有好的东西出来 但是因为我们在人间 五作恶事当中 我们随波逐流啊 我们很多的好的东西就被 完全被弄掉了 所以这个人出来还是穷命 明白了吗? 是啊 师父你真的就讲到这个五作恶事 哎呀 作得不得了了 这个世界上诽谤啊 造谣啊 是很正常的 你看看现在谁 一个好好的人也好 一个好好的 一个一个人也好 你在学校里 你还给学生 给人家造谣诽谤呢 你看很好的老师 对不对呀 很好的一个人 大家都认为他很好的 你就是说现在这个 现在连雷锋 当年还被人家说是 雷锋公民钓鱼呢 对不对啊 哎呀 你要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 你想说一个人要坏 你怎么也会 低弹 低弹里挑骨头的 你不是挑骨头 问题 挑不出骨头 他也可以弄点骨头给你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所以有时候要正信正念 要经得起考验 别人说你不好 你更要好 而不是说别人说你不好 我就怎么样 那种不可以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们心灵法门更要 好好的爱国爱民 要希望大家 每个人都好好学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师父昨天晚上还在讲 教你们学佛之后 脾气改好了 家庭改好了 什么都改好了 这还不正啊 对不对啊 是的 讲都不要讲了 这个师父啊 你弘法的成功 就是做人的成功啊 是这样吗 因为你会做人 实际上 你就是做好人才会做 因为你做坏人 你这个人做不好的 所以你做好人的话成功 你一定是学佛成功 所以太虚大师说了嘛 对不对 人成及佛成嘛 对 那师父 刚才讲了这个气数 刚才你讲了这个运气 再讲讲这个气数吧 怎么就叫气数 气嘛有数的呀 有数字的呀 数量的呀 比方说一个人 我问你 人的气数是多少 你知道吗 考考你 七十八十呀 七十八十岁呀 不就气数吗 生命的结束 结束了呀 就是比方说你气数已尽 那么你这个人只能活到八十岁 七十岁 气数已尽就没了 就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 那我叫做 那去 你说 就是气数的话 你比方说 每个人 比方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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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你婚姻 结婚之前 人家帮你算命 说你婚姻可以维持八年 那么这个八年 就是他通知你 气数 就是八年 那你到了八年 第八年的时候 你跟你老婆一吵架 一离婚 就 就气数尽掉 你们两个人 婚姻的气数已尽了 生命的气数已尽了 就是因为 你做了太多坏事了 有时候气数已经早 提早到了 报应 明白吧 明白了 师父 其实我们学和修行 就是改变气数 改变运气 改变命运 对对 就是改变 实际上 你不能改变 你为什么要学佛呢 对不对啊 对对 学佛就是改变